今天我们准备用这块木头做一个大树 单独的要找一个大树形状的沉木比较难 大多数都是通过加工而来的 今天我们就把这棵杜鹃根做成一棵大树 由于杜鹃根的密度比较低 它放在水里会飘起来 所以我们要先用石头给它加固一下 做个底座 让它和石头连接的话 还是使用骨架胶 也就是三秒胶 它可以把它直接粘连起来 它们有什么usten的 它们就可以切开 现在我们在水里有什么 有什么意见 那么就先它们有一种 准备 把这些发酷了 用光着装装起来 把这些发酷了 把加弹底的不错 把这些发酷了 和合并装起来 把这个发酷也插起来 从想要把有民物在最大的花 有时候我会把它的设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本上底座就做成这样 它应该就是飘不起来了 接下来开始做它的枝叉 这里使用的是泰国酸脂 我们把它剪下来 拼接起来 我把它修剪了一下 粗的做上面的枝干 细的做根系 我们把它粘上 我们把它切成这个锅 我们把它切成这个锅 就能够把这个锅 就能够给到那里 它们就能够给它 我觉得它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把它们够给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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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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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用锯末给它加固一下 这个树梁 这个树根部分也用沙子给它加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最后粘的是固定植物的基台 我切了一些木片 把它固定在这些顶端 这个树根部分也用沙子给它加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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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基本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些平台就是我们要使用的时候粘一些摩斯之类的植物的做它的树帽 下回我们就用这棵小树来开钢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一下 避免错过以后的更新 让我们下期见 这些树根部分也用沙子给它加固定了